昨天是中国农历新春的正月十一 昨天晚上,安省自由党在列治文山市的Le Park宴会厅 举办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新年晚宴 同时也为安省自由党筹款 昨晚,Le Park宴会厅灯火辉煌 加拿大国歌声在一位少女的领唱下响彻大厅四壁回旋 这是安省省长韦恩在列治文山举行的新春招待会 到会的有安省华社各领域精英和商务人士 各族一嘉宾欢聚一堂,共序友情,展望未来 参加晚宴的除安省省政府的主要官员和议员外 还有来自联邦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官员与议员 其中有联邦移民与难民部长麦嘉莲 联邦众议员谭庚等嘉宾 除晚宴司以外,嘉宾主持有安省议员董涵鹏等 安省公民与移民贸易厅厅长陈国志首先发言 恭祝大家猴年吉祥,万事如意 他强调了安省华社在各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 和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 为安省的将来和建设各族裔美丽的家园 共同奋斗 接着,陈国志请上了省长韦恩发表演讲 韦恩回顾了安省近几年来的发展成就 对安省华社在经济发展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并回顾了他对中国的两次商务访问 指出,安省应该进一步紧密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往来 在引进华社资金的同时,更要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为安省更加辉煌的明天服务 我们毕业,工作,结婚生子,退休,愉快地过一辈子 现在呢,您可能会环游世界,创业,退休 多要几个孩子,挑战自我极限 追随您的热情,愉快地过一辈子 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能够配合您 帮助您获得保障和保证 自由自在地活出精彩人生 从现在到退休都安枕无忧 和您的顾问来咨询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 教养永明,人生更灿烂